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计今年到年底的时候应该会有个不错的成绩表 让大家可以转规为盈 到底是否呢? TVB 刚刚公布了第三季度的成绩表 提到广告方面的收入 它说来自广告客户的整体收入按年增长8% 预计在全年实现强劲的双位数增长 TVB 重新预计今年全年实现显著的正数 并在下半年撇除特殊一次性项目后成功转规为盈 随着第四季广告预计情况已经很稳固 广告收入就像之前所说的 会有强劲的双位数增长 TVB 解释主要是由今年黄金时段的电视广告价格保持稳定 记住这个是保持稳定 怎样这样说呢?等会告诉大家 他说很多蓝筹企业广告客户 就回到TVB 的地面电视广告 以及该集团持续创造热门内容的能力 例如他特意提到《中年好声音》 他说今次《中年好声音》首次 有来自马来西亚和广东的参赛者 就与香港参赛者同台比赛 再一次,因为有稳定的高收视率 而吸引到大量的赞助和广告 刚才我说,为何大家要留意呢? 他说他的广告费是保持稳定的 因为我大约应该在上个星期左右 忘记了在哪个帖子 今天看到一个网文 他是乱写的 他说TVB 没有人看 所以已经没有人在他下广告 所以他的广告会大减格 人家这个公布了 TVB 的广告费用 收费是保持稳定的 另外,我也想起大约三年前 有一位很有名的KOL 我可以列他做隔壁的友好KOL 我挺欣赏他有一件事 他不是乱说的 不像这个网文 他觉得乱写得通就当是 他有很多东西 他真的有Fact Check 他当时提供过一些资料 到底在黄金时段 TVB和隔壁台的广告收费 大家是相差多少呢? 他查过,原来当时TVB 是贵对方十倍的 即是说,当时TVB的黄金时段 一个广告就等于对方十个广告的收入 或者可以解释到 早几年TVB的广告被人搞得很重要 广告客户被人骚扰 被人恐吓 所以流失了很多客人 但也算是还有收入 我相信是因为一个广告 等于对方落十个广告 但也可以看到 为何一个电视台可以贵十倍呢? 当然就是 你说收我贵十倍而已 如果你这个台没人看 没有这样的效用 我根本就不会花十倍的价钱 在一个没人看的台上落广告 幸好这些数据 不是由非天日夜提供 而是隔壁台的友好KOL 去Fact Check 除了这些香港地面免费频道的广告之外 当然就是这个数码 今天提到就是MyTV Super MyTV Super的平台数据广告收入又如何呢? 在上季录得按年增长30% 因为数码广告的收入 亦可以有望 全年实现了强劲的双位数增长 好吧 广告有增长 但订户方面又如何呢? MyTV Go的订户是跌的 跌了2% 为什么呢? 他就说受到合作伙伴的客户流失 他说 在OTT 串流业务方面 贵内高端MyTV Go的订户 因为其中一个电信服务 捆绑合作伙伴 就遇到客户流失率增加 而录得按年跌了2% 按贵也少了3% 但在所有服务层级的平均每月活跃用户人数 仍然维持在200万左右 什么叫做所有服务层级呢? 即是MyTV有不同的级数 有些是全免费的 有些是基本组合 有些是Go 即是MyTV Go MyTV Go之上 还有一个是最VIP的 就是什么广告都不会见到的 刚才他提到 怎知是什么电信服务捆绑合作伙伴 即是像大家的上网 即是宽频服务 有些是包装的 例如非癫人的 就是这样 可以选择A,选择B,选择C 我选择了一个 有MyTV Super的基本组合 如果刚好你的上网服务到期结束 而你转到另一间上网公司的话 连带你MyTV的帳户 也会停止 至于内地方面 内地方面的业务 当然就是合拍剧 其中一样 现在开始制作第二季的三部合拍剧 TVB指上季两部合拍剧 例如反黑英雄和企业强人 都开始在腾讯视频上播出 而法政先锋在优浩首播 即是告诉大家 TVB和内地平台合作 带来另一笔收入 至于另一方面 多渠道网络业务方面又怎样呢? 什么是多渠道网络业务呢? 听上去就明白了 他就说上季电商直播 举行次数有375次 也挺多的 按年增长了34.4% 但按季少了5.1% 主要是因为内地网上零售 进入了季节性的淡季 但认为在更繁忙的第四季 即是未来的第四季 特别是双十一和双十二购物节期间 预计将会举行更多的直播长次 带来更多的收入 今集粗略和大家分享了 TVB第三季的成绩表 即不是全部的部分 特别提到就是中年好声音 亦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这么快又会搞第三季呢? 因为证明他们是赚到钱 你想想中年好声音 每一季走多少人出来呢? 不太多 但当每季十个 或每季七个 即是中年好声音三的时候 刚刚过去这一集 中一中二都各派了七个出来 14个 14个各自接drop 公司也有得带 所以就说 为什么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这个节目这么快第三季呢? 其他有些为什么还没搞住呢? 就是快嘛 方便嘛 有钱返嘛 为什么不做呢? 今集主力大部份时间 都是谈谈广告收入 广告收入 如何从节目反映出来呢? 就是收视了 刚刚飞天爷爷 之前做了上星期的一周收视报告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到底TVB最近的剧歌收视如何呢? 台兴剧最近OK 全部都上升 有时间的话 听回上一集 喂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 来我另一个channel 是这样的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哦 HELLO 假如你喜欢飞天爷爷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但假如你恨死飞天爷爷和他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了 订阅之后 记得按小铃铛 下次有节目更新 就会通知你了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了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和删除留言 敏一被飞天爷爷措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 是没办法够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 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有兴趣的话 我和你一起去世 请不吝点赞 我师父 请不吝点赞